哈囉大家好,我是漂流 今天要跟大家講這個遊戲前 先跟大家粗略說一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德國有一個人覺得亞利安忍種 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忍種 於是就有人提議說 那我們就來大量製造這個最強的忍種吧 生命之權這個機構就這樣誕生了 開始構築希特勒的瘋狂藍圖 而這款遊戲則是真實記載著 在德國戰敗之後 這些孩子所面對的世界 故事的背景發生在二戰結束後的挪威 經過了長達五年的德國佔領時期 人民終於有了喘息的機會 但是他們的怨氣也急需有個發洩的出口 而痛恨納粹的挪威人民 最後終於也變成了納粹 將戰爭所受到的恥辱 施加在這些無辜的小孩身上 卡琳是我三年前領養的小孩 雖然我們的生活過得並不富裕 但我也不遺餘力的給她一個快樂的童年 她也經常和我分享她和她最要好的朋友 利福在外面的點點滴滴 而我總是不厭其妄的聽著 因為卡琳就是如此的惹人疼愛 明天就是卡琳的生日了 對大人的世界充滿著好奇的卡琳 最喜歡過生日了 因為她知道每過一次生日 她就離那個世界又近了一點 到了生日的當天 我們一起做蛋糕一起畫畫 卡琳也收到了利福的祝福 這一天她快樂的捨不得睡覺 如果每天都像今天一樣那該有多好 而在滿8歲之後 有一個嶄新的世界即將到來 那就是我們家卡琳要開始上學囉 為了給卡琳更好的生活 我寫了封求之信給了附近的一間老工廠 希望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而貼心的卡琳也察覺到了這件事情 問著說 是不是可以靠賣她的畫 來貼補一些家用呢 嗯太可愛啦 請一個 那這件事啊 一直到上學的前一天 卡琳都依然掛記著 偷偷的畫了一幅畫 是她和利福一起開心玩樂的畫面 而卡琳也對學校這個地方 既緊張又期待 到底上學是什麼感覺呢 看著這樣的卡琳 我說出了擔憂的話 希望學校裡沒有人會欺負你 只是當卡琳疑惑的追問時 我卻沒有繼續說下去的勇氣 如果黑夜不要這麼快降臨 那該有多好 隔天的早晨 卡琳起了特別早 我知道她已經等不及了 從她到學校之後 我再次提醒卡琳 要好好的保護自己 接著我也到了新的工作環境 開啟了新的挑戰 在結束一整天的辛勞後 回家時卡琳已經在等我了 這使得她跟早上去學校時的期待感 有著好大的反差 很多學校裡的每個人 都對她很不友善 甚至還會欺負她 她只是想和大家當朋友而已 為什麼這麼難 睡前的時候 卡琳說出她心中的疑慮 我可能不太喜歡學校 而即使是老師 也是站在加害人的那一邊 現在的卡琳不再期待長大了 只是短短的一天 學校已經給了卡琳巨大的陰影 隔天卡琳打起的精神 自我檢討的說 如果我有書包的話 其他孩子是不是就不會 對我有差別待遇了呢 暖心的她甚至還想到了利福 如果我不去的話 利福會很孤單的 只是這一天放學後 情況卻每況愈下 甚至還有人罵她 是一個雜種 卡琳開始抱怨自己 為什麼沒有爸爸媽媽 她不想要跟大家不一樣 因為這詞她已經感覺到 這就是她被欺負的原因 所以迫切的想要知道 到底自己的爸爸媽媽是誰 以及雜種是什麼意思 那你們會選擇向卡琳解釋 雜種這個詞的意思嗎 我是選擇的解釋啦 因為設身處地的想 如果有人一直用我聽不懂的詞罵我 那我應該會抓狂吧 在解釋完之後啊 卡琳開始要求我 保證一定要找到她的爸爸媽媽 不斷地啃求著 這天晚上我寫了一封信 給了卡琳的生母 希望可以得知更多 關於卡琳父親的資料 其實我對於卡琳的媽媽 了解的也不多 當年我領養卡琳的附加條件是 絕對不要和她有任何的聯絡 果然卡琳的媽媽還是沒有改變這個想法 回寄了一封信 信裡清清楚楚的寫著 卡琳已經跟她沒有任何的關係了 她不想要卡琳影響到她現在的生活 幾天後我在卡琳的床邊找到了一張圖紙 我知道現在的她真的非常的想要書包 所以即使我幾乎負擔不起 但我還是花光了身上的錢 希望這可以帶給她一點快樂 想當然耳的她樂翻了 迫不及待的想拿給力服看看 這一天卡琳十分開心 她畫的一幅畫是一個老奶奶 卡琳說她的名字叫做奧米 她只記得這個人對她很好 不過剩下的都不記得了 在睡前的時候我小心的叮嚀了卡琳 這些奇怪的詞以後別再說了 卡琳雖然不了解但依然選擇相信我 原來卡琳說的這些奇怪的詞是德語 在當時挪威女子和德國人生下的孩子 有些會在德國長大 只是最後都被國際組織要求將她們送為挪威 但是大部分的挪威女子 最後都會選擇遺棄她們的孩子 在隔天下班的時候 卡琳帶著歉舊的表情看著我 因為學校裡的那些壞孩子弄壞了她的書包 但卡琳只希望我不要生氣 這時的學校帶給卡琳的都是不愉快的情緒 她甚至開始希望學校可以消失不見 也許是該做點事來改變這個情形的 等卡琳睡著後我寫了一封信 斥責了學校日益嚴重的霸凌問題 隔天我拿給了卡琳 希望這封信可以稍微起一點作用 我不是很確定但我必須如此 然而當天工作回到家後 與往常不一樣 卡琳並沒有在家裡等我 我慌張的找遍了整個家後 在衣櫥裡找到了全說的卡琳 她很生氣我寫了她封信 因為老師在上課時大聲的唸出來 並且說她是個會打小報告的孩子 還讓她罰戰 那是我們的第一次冷戰 一直到當天的傍晚 你主動的向我道歉了 你知道我的初衷是為了你好 但同時你也跟我說你累了 你問我說你做錯了什麼 要讓他們這樣糟蹋 我無法給你一個合理的解釋 但我也不希望你因此震恨你的母親 因為她也是受害者之一 在戰爭結束之後 挪威便開始了獵巫的行為 只要曾經跟德國人交往過的人 都會被淋虐由皆示眾 對挪威人來說 那些與德國人交往過的女人 所帶給她們的恥辱 更勝於那些真正的叛國者 就好像挪威的女性就是挪威的財產 只屬於挪威人的 一旦被發現了別說是工作了 連平靜的生活就再也沒有了 所以你的母親嚇得什麼都不敢說 也嚇得拋棄了你 甚至我也因為撫養了你 丟了我的上一份工作 我無法阻止什麼 只能任由這一切的發生 我唯一能做的 只有幫你把壞掉的書包給修好而已 而之後你跟我說 他們又用新的詞語來罵你 我試著解釋那些壞小孩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但你卻說是老是當著全班的面 帶頭罵的 一直到睡前 有一個疑問 在卡琳的心中憋了很久 你問我說德國人是好人嗎 對我來說或許是壞人 但是對你來說卻絕對不是 卡琳接著說他原本真的很期待學校的一切 但是大家卻把他當成是壞小孩 爸爸媽媽沒有結婚是因為我不乖嗎 如果我的爸爸是壞人 那我就是壞人嗎 但我根本就不認識我的爸爸啊 卡琳將這個世界對他的惡意拿來質問自己 我好累 他又再次的說了這句話 這使得我開始懷疑起自己 當初想要小孩而領養他的我 是不是太自私了 我對自己該怎麼教育他感到迷惘 是應該嚴厲一點 讓他勇敢的直面一切 還是要盡可能溫柔來療癒滿是傷痕的他 之後學校來了一個新老師博格老師 非常的嚴厲 所以大家都乖乖的 也讓卡琳終於可以好好學習了 而在母親那裡碰壁的我 決定尋求正上牧師的協助 也許教會那裡會有卡琳生父的資料 但這段期間卡琳越來越悶悶不樂 他也不希望我幫他複習功課或是一起玩 不管我怎麼問他都說我很好 他的內心正逐漸的乘風了起來 好在新來的博格老師雖然嚴格 但他對所有人一視同仁 甚至還讓卡琳回答課堂上的問題 而且從來不用藍廳的外號來稱呼卡琳 我向他建議說 如果被欺負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去找博格老師呢 但此時的卡琳就像一隻精工之鳥一樣 不敢要求的更多了 他只怕這個圖完的美好會再次的離他而去 但現實還是依然的殘忍 在每個可以逃離學校的週末 總是會和立福出去玩的卡琳 這一次卻早早的回來了 我好奇的問著怎麼了嗎 卻得到了卡琳強硬的回應 我沒事 那一整天他都好安靜 當天我在他的房間找到了一張畫紙 是他的第一張畫 而中間卻被他塗黑了 似乎沉默是他僅存的脾氣了 因為就算是生氣 那又人如何呢 卡琳淡淡的跟我說 我沒有朋友了 臉上的表情空洞的令人心碎 之後你跟我說 你的肚子疼 但胸口更疼 因為立福也開始欺負你 但你更討厭的是 他們用那些奇怪的語言罵你 你甚至覺得 每次被滴下言語錄罵時 好像身上的傷口 也沒那麼痛了 但你不想因此討厭立福 因為你知道立福也怕被欺負 最後 卡琳柔聲的求助著 好像她不管怎麼改變自己 都沒有用 時光仍然聖誕節也快到了 這段期間 卡琳也找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 可以暫時躲開欺負她的那些人 而我們最近也開始存錢 以應付聖誕節的負擔 還有聖誕節的禮物 這幾天她也開始向我分享 學校的生活 卡琳的情況似乎漸入家境 因為新來的伯格老師真的對她很好 學校的有些同學也開始接納卡琳 會跟卡琳一起聊天一起玩 其中有一個家境比較好的同學 都會帶糖果來學校 大家都特別喜歡她 這時我寄給教會的信 終於有了回音 只是內容相當不屑 甚至還連帶斥責的卡琳的生母 這封無禮的信也把我拉回了現實 我提醒了卡琳 希望她不要對於朋友 有過多的期待 只怕她又會再次的受到傷害 但卡琳看起來沒有聽進去 希望是我想多了吧 但就在聖誕節前幾天 我赫然發現鋪滿裡面的錢 居然被偷走了 這對已經窮村的生活 無疑是雪上加霜的打擊 我知道是卡琳做的 而你也支支吾吾的承認了 可是你說你會這麼做是有理由的 因為你想要有朋友 你看到同學帶著糖去學校 大家都很喜歡她 卡琳很羨慕 所以她也這麼做了 而她確實也得到了朋友 所以即使是知道偷錢是不對的行為 但你還是好想這麼做 我不知道該如何告訴卡琳 這樣的人不叫做朋友 但卡琳想要的只是認同 即使那是假象又如何呢 最後她流下了眼淚 卡琳畫了一張自己的自畫像 接著問我 我是怪物嗎 因為我會偷東西 還會做壞事 不 你當然不是 這是我跟她說 你的母親剛剛又寄來一封信 卡琳很興奮 以為媽媽要來找她了 但我跟她說 她叫我們寫信給你的外公外婆 也許他們可以幫助我們 找到你的爸爸 但卡琳非但沒有開心 她覺得媽媽不要她了 所以她恨偷了媽媽 不過我還是試著寫了一封信 給了卡琳的外公外婆 到了聖誕節的當天 雖然沒有大餐 但我和卡琳一起佈置了聖誕樹 還做了果醬 卡琳也做了很精美的迷路雪橇給我 我也送了她一個狐狸娃娃 這個聖誕節雖然簡樸 但卻充滿了文型 是近期她最開心的一天了 睡前她說著她對這個世界恐懼 曾經她以為的朋友 現在不要她了 甚至是連伯格老師 她也不敢無條件的相信她了 但她說她還有我這個 唯一的避風港 可以讓她安心的靠岸 時間過得很慢 慢到收到回信 都像是奇蹟發生 卡琳的阿姨寄回的信 似乎她的外公外婆並不待見她 但幸好她的阿姨是個情理之人 告訴了我們 你爸爸的資訊 你的阿姨也打算找我們 過去和他們見上一面 也許見過一面之後 你的外公外婆 會有些許的改變 我回寄的信件急迫等待回音 因為卡琳最近的狀況 已經越來越糟了 這幾天卡琳很開心的跟我說 她成功了 她找到的方法 可以騙過那些壞孩子 這樣被欺負的時候 就一點也不痛了 我緊張的問說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告訴我說 你把你的臉遮了起來 眼睛也閉了起來 假裝自己是一隻烏龜 這樣受傷的 就不會是自己了 結果之後他們把你的頭 埋到了血堆裡 你嚇壞了 好險伯格老師救了你 你驚恐的說 如果沒有伯格老師的話 會變得怎麼樣呢 之後就害怕的 不敢繼續想下去了 接下來的日子 卡琳藉口說身體不舒服 不想再去學校了 而我也同意了 因為這是我唯一 可以保護他的方法了 伯格老師也注意到這個情形 很擔心的寄的信過來 他對卡琳在學校的遭遇 感到很抱歉 但他希望卡琳不要放棄學習 他會盡他的全力去保護卡琳的 卡琳知道後感到很開心 很開心有人可以保護他 也很開心又可以去學校學習了 終於卡琳迎來了平靜的校園生活 而專注在學習上的他 常常拿到好成績 卡琳也又重新開始用畫筆記錄起他的生活了 在挪威每年的5月17號是憲法日 會舉辦全國性的遊行 卡琳的學校不意外的也會參加 你興奮的跟我說 你有多期待這個遊行 但你越是期待我越是害怕 其實我已經收到社區管委會的警告 他們不想在那天看到有德國人的血脈混在其中 我對卡琳坦承了目前的處境 你憤怒的說著這不公平 但最後還是無奈的接受了 畢竟這也不是第一次的 隔天放學後 卡琳很開心的跟我說 你可以去遊行的 伯格老師願意保護你 但我還是反對 因為卡琳你很容易相信人 我生怕那只是伯格老師的場面話 不過我還是買了個小旗子 打算送給你 可能是想看你開心的表情 也可能是想告訴你我答應了 在這時候我們再度收到了回信 卡琳的阿姨寄給了我們兩張火車票 並說很期待跟我們見面 我跟卡琳說 我們要去坐火車了 你很開心不斷的問著 關於火車的各種問題 但我其實也沒搭過火車 於是你用你的想像畫了一台火車 好久沒看到卡琳這麼期待一件事情了 只是出發前 卡琳好像被拉回現實的 問了一個問題 如果他們不喜歡我怎麼辦 我安慰著你 這個問題本不該是你該煩惱的問題 在坐上火車後 卡琳就像發現新大陸一樣的興奮 路上的景象都是前所未見 但看似輕鬆的氛圍 其實一路上 噁心的辱罵 卻從來沒有停止 堅牢的忍到了目的地後 沒想到等著卡琳的 卻是更加惡毒的言語 習近卡琳至始至終都不發異語 不知道是太過震驚 還是早已習慣 即使我不斷幫卡琳辯解 但最終都會被他們給惡意扭曲 到最後我終於明白了 他們就是不喜歡卡琳 回去的路上你好安靜 安靜的好像 連一根針掉在地上 都是巨像 終於在睡前你武力的說著 自己真的好累 此時卡琳已經累得不想再去尋找任何的希望 一張圖紙被畫破的洞 就像是卡琳的心 找不到些微完整的地方 幾天後我翻著你阿姨交給我的檔案 才知道你小的時候是爺爺奶奶在照顧的 你之前畫的奧米就是你的奶奶 卡琳想起了小時候奧米總是對你很親切 你本該有個快樂的童年 但卻因為政治的角力 被強行代理了奶奶的身邊 我記得封信給卡琳的爺爺奶奶 想著是時候還給卡琳她應有的人生了 而最近卡琳跟我說 博格老師怪怪的 她叫你要堅長起來 並且不要放棄學習 我深入了解後 原來博格老師在憲法節過後 就要被調走了 但卡琳無法接受 她將博格老師的離開 轉而變成對我的憤怒 我知道她很害怕 沒有博格老師的校園生活 但博格老師和我一樣 都只是無力改變性況的大人而已 最後博格老師用盡了她的權力 讓卡琳在憲法節當天 毫無顧忌的參與在這次的遊行中 卡琳真的開心幾了 如果大家都跟博格老師一樣 那該有多好 當晚你跟我說 爸爸媽媽都不要你了 博格老師也要走了 最後你懇求著我 希望我不要離開 我也很誠心的答應了 而很遺憾的是 你的父親來了信 告訴我們說 最愛你的爺爺奶奶已經過世了 而你的父親也有了新的生活 他也不想要你去打擾他 在這之後 新來的老師非常嚴厲 上課都沒有人敢發出一點聲音 卡琳想到如果她可以考個好成績 那新的老師 是不是就會像博格老師一樣 喜歡她的呢 所以你每天回家都不管玩耍 馬上跑回房間讀書 但結果卻是 老師在大家的面前說你作弊 甚至懲罰了你 而老師的這種行為也助長了其他壞孩子霸凌你的行為 之後的一天 卡琳狼狽的從學校回來 身上甚至還有一股尿燒味 你只說不是你做的 接著沉默 在幫你洗澡時 你流著淚問我 為什麼他們討厭你到這個地步 之後卡琳開始虐待起自己 連飯都不吃了 這時我在房間看到了一張你的圖畫 訴說著你在那天經歷了多大的屈辱 甚至平常睡前你最愛聽我講的童話故事 你都不想聽了 我寫信向卡琳的生父求助 我告訴她 你正在經歷著很可怕的事情 我要讓卡琳遠離這個地方 這段期間我也把工作停擺下來 讓卡琳留在家裡全心的照顧她 這時立福卻寄來了一封信 她很同情卡琳的遭遇 想看她重修就好 善良的卡琳不去計較前嫌 反而是開心的不得了 幾天後你告訴我說 你要繼續去上學了 因為你問過自己的內心 你是真的很喜歡學習 接下來你和立福會在上課的時候 偷偷傳紙條 這是你和她的互動方式 而你很珍惜 之後新老師寄來了一封信 說你因為之前的缺課 所以必須要留校學習 卡琳看起來很不情願 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結果放學以後 你變得怪怪的 你都不讓我碰你 甚至也不讓我幫你洗澡 接著你不吃東西 也不和我一起玩遊戲了 不管我怎麼問 你給我的答案都是不要 你開始虐待企業自己 你問我擔不擔心 因為老師不讓你說這件事 後來我在卡琳的床頭 發現了一幅畫 現在在我找到解決辦法前 我絕對不會讓任何人靠近你的 這一次我必須擔起身為家長的責任 此時正好收到了卡琳父親的來信 她很難過卡琳的遭遇 但她還是很害怕 卡琳去打擾她的生活 她寄來了一筆錢 是卡琳的爺爺奶奶留給她的 看來離開這裡已經是勢在必行的事情了 我把這件事告訴卡琳 但她先想到的是離開這裡的話 那立福怎麼辦 都已經到這時候了 你還是這麼樣的替人著想 之後卡琳開始收拾了行李 卡琳有點擔憂 下一個地方都會是好人嗎 而卡琳在離開這裡之前 有最後一個心願 明天就是國王尋釋到這裡的日子了 她很想看看國王 因為他是這個國家的英雄 為了怕引起紛爭 你也想好了 如果躲在森林裡的話 那就沒有人會發現你了 但我不想冒任何風險的拒絕了 接著我給工廠寫了一封離職信後 在床上睡去 隔天起來家裡的四處都沒有卡琳的蹤跡 但我知道哪裡可以找到你 最後是一段我與卡琳的對白 也是與這個心碎的地方做個了結 原本曾經以為的美好 最後卻變成了人血的猛獸 失戀著卡琳的童年 卡琳鼓舞著自己 你對世界微笑 這個世界也會對你微笑 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最後她看著國王的身影 卡琳站在這裡羨慕著 這一幕也許是整部遊戲裡最大的諷刺 兩個只因為出生在不同家庭裡的人 卻活在了光譜的兩端 一個受到重人的喜愛 一個卻被世人唾棄 我們不知道卡琳最後的結局是什麼 我們只知道這個計劃下出生的孩子 很多都自殺了 因為他們認為只有死才可以擺脫掉 這一生所受到的恥辱 而那些受訪問的存活者 想到曾經的過往 還是忍不住的流下了眼淚 我想這終究是一段 無法笑著帶過的往事吧 在我死後請別將我的遺體馬上 我不願入土為安 請讓我的骨灰隨風消逝 至少這一次我將不會再被懸傷 我做了一段時間 我做了一個語氣 我都想走 我會想走 你這次我帶你一件事